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着 我可没来晚吧 看来四爷也选了今天这个好日子了 伯父 今天我正式向您这提亲 希望您能考虑我和桑琪的婚事 卓妍 你疯了 这是我做过最认真的决定 看来我家阿琪的魅力不小啊 我还奇怪这么重要的事儿 你怎么不第一个赶过来 来得好 我看好你 你爹 慢着 伯父 您应该早就知道我与阿琪情愿既定 您现在不会乱点炎炎谱 伯父只是心思细眼 看出我和桑琪七眉竹马 我对桑琪的了解和关心 与你相比只多不少 你问过阿琪的意见吗 钟文远 我一直将你对待是最亲近的朋友 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一直是界限分明 我和四爷一路走来 你也是看在眼里 为何要做青天此事 你赶紧回去吧 走啊 阿琪 我知道你和四爷两情相比 不过我也有为我的终身幸福 争取的机会不是吗 更何况 我认为伯父更加倾向于我 或殷大师 应该听取父母之言 我的婚事 我自己做主 阿琪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按照桑家的脑规矩决定 好 婚姻大事 并非儿戏 你就别怪你女儿 欺负你这般老骨头 阿琪 你敌我 可是宝刀未老 可是宝刀未老 阿琪 阿琪你别胡闹了 阿琪 你怎么会变得了 就不想咋咋 你吧 我被冲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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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我被冲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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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太尾 阿齐 你们这算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父女俩在这转来转去 什么意思啊 这事得你们俩来 你们俩逼不着急 谁赢了 谁娶阿齐 爹 我都说了 我的婚事我自己做出 你这是哪招啊 只要是桑家我说了算 规计我来定 你 这事听我的 怎么样二位 你们敢上了一台吗 有何不敢 欢迎大家参加我 桑祖的比武招亲大会 希望各位年轻的公子哥 踊跃参与 欢迎大家参加我 桑祖的比武招亲大会 希望各位年轻的公子哥 踊跃参与 放心吧 今日我桑家 要在这儿搭建擂台 有两件大事 要告诉汴京全城的百姓们 一是我桑家 又多了一位小姐 正是我新收的义女 延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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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大事 就是我桑家要举行比武招亲 就在此地 各位 既可以是参与者 也可以是见证者 我桑家不看门帝 不计较出身 只要是年纪合适 品行善良的未婚好男儿 只要在这擂台上 能站稳脚跟 就可以提亲二小姐桑祺 第一步可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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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这桑太尉不是说好 你和卓文远单独比武吗 怎么现在成了 全程年轻人都可以上擂台了 桑太尉这么说才是最周旋的 如果真的只有我跟卓文远 两个人在擂台上 虽然是公平鄙视 但是这么多百姓看着呢 难免会议论桑家 引到我们两家不合 又得罪人之嫌 这么一说确实如此 再者 我知道 桑家历代西吾 永鞭多年 向来牧桥 如果我连其他人都搞不定 怎么入得了桑太尉的眼呢 你不要热身一下 我不想 那你要记得 上台之后补寻自己 千万不要受伤 我可不想看到 李宁光才不要紧 你放心吧 你都叫我一声失凶了 周恩远自然在我之下 你就等着成为我的娘子吧 伯父 这场比武 我一定会赢的 我绝对不会让那个燕云芝 把丧妾抢走 虽然是我组织的毕武招勤 但我的本意 是不想以我女儿作对 我是给你和燕云芝一个机会 来表明起阿琪的决心 你们各自的幸福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行就拼命 不行就认命 是 周恩远 理事还没有开始 现在总还来得及 阿琪 要是劝我退出 你就别说了 我不是那种 还没开始就打退堂鼓的人 阿琪 你可以不选择我 你也可以继续选择燕云芝 但你无法阻止我继续追求你 向你提亲 周恩远 你跟我说多年的好友 我是真的不希望 在这个擂台上 肯定撕破脸面 我不想只是嘴上说说完事 我要做出行动 这擂台 我是让你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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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